這個火鍋 號稱不用電不用火 他裡面有個高能發熱包15分鐘就可以吃火鍋還隨身攜帶 厲害東西 我來看一下裡面是什麼樣的內容 他說 要一開始先打開盒子 將火鍋底料包倒入上層盒子 再來打開粉絲包蔬菜包豆腐乾包 依次放入上層的盒子 再來在上層盒子加入純淨的水 冷的或熱的都可以 然後撕開發熱包將發熱包平整放入下層盒子 加入冷水 迅速將上層盒子放入下層盒子裡並蓋上蓋子 OK 然後15分鐘後就可以使用了好我試試看好了 裡面長是這個樣子 豆干 豆干 調料包 叉子 蔬菜包 不錯啊 裡面的料還蠻豐富的 然後 滿江紅是什麼 中國成都 粉絲包吧 粉包 這也是他們的那個蔬菜包配料 OK 裡面有分成這個樣子 下面有這個發熱包 把這個發熱包打開來 放在底層的盒子 加入水 然後呢 把上層的 也要有加水還有他的 料理包的東西 放上去 聽說 這樣子15分鐘之後他就會加熱 我們來拭目一帶喔 有聲音出來了 酷 這真的就靠一個發熱包 把火鍋煮起來了 這個容器非常的熱 發熱包 力量好強 所以 雖然煮熟了 可是已經燙到 很難打開 所以 大家要開頭要小心一點 我先來試試看 我也不是很會吃辣的 但是 好像他目前只有麻辣這個口味 所以我試試看 很辣 可是味道不錯 可是味道不錯 我的蒸氣還一直冒出來 這蒸氣好燙喔 所以我覺得冬天的話 蠻建議大家試試看 咳咳咳 不過是 吃辣味 我覺得 還是要 能吃辣的人 會比較喜歡 各位試試看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喜歡的話一定要訂閱喔 我們的Facebook YouTube 到微博上面都找到我們喔